议诊的地点是在爱意镇的国小举办 看诊的乡亲大牌长龙 相较于邻近的富裕港口都市 这里生活较贫困 这次议诊是我们越南明德 直善事业基金会 16年来第一次在广南省有直善活动 天气闷热 志工们除了搬来大风扇 还把纸板当扇子降温消热 现场也制作潜艇宝 就怕大家饿着肚子等看病 看到他们真的看病的人很多 但是看病都没有东西吃 所以我们来做潜艇宝 潜艇宝又不 这个做起来又方便 而且大家带着在手上吃也方便 棉被厂的老板娘 也在现场发放了500床棉被 原本是基金会要购买 她主动要求捐出发放